好山好水好味道 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记录台湾 小猪罗志祥在出道以来 他的名字始终跟许多的女艺人 连在一块儿 情史坦诚丰富 从早期的徐怀玉 到Makio Selena 再到最近被狗仔拍到 在林星云相归过夜的 所谓猪心恋 都成了媒体的焦点 罗志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绯闻 为什么这么会发电 他的感情世界到底如何呢 记者钟雅兴带你明镜 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人疼的话 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寻找一个叫 狮子座的一个个性 她是可以很疼爱 女生的一个男生 节目上对林星儒大方告白 私下的小猪 似乎也对她动了真情 周刊报道 小猪在林星儒生日前一天 开着超炮出入她家 祝星恋真的恋爱ing了吗 这一世 为什么要做卡片 哦 我知道 OK 很好笑的一个绯闻 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穿透我所有的想法 画面全都是她 这段传言两人双双否认 只是有小猪的地方 似乎就有绯闻 它可以说是超级发电机 远翻开小猪的爱情故事 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但猪女郎却不停在变 你说出一个真正交往过的 劝内女艺人交往流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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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怀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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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那时候是在同一个一个音乐老师发唱歌老师上课 然后我每次都是在他的下一堂或上一堂 然后有时候呢就是我会在上课的时候他已经下完课了嘛 会在那边等 然后等一等老师说要不要吃那个蚝蚂蜜爽 嗯 然后我说好那我就去买啊 他说他陪我去啊 什么的 就买蚝蚂蜜爽那个途中就培养出爱 那是怎样 那一段是什么 你忘记了喔 没有好不好 其实徐怀玉算是小猪第一个公开承认的女朋友 两人曾经一起学唱歌 久而久之谱出了练曲 不过传出只谈了短短七天就宣告结束 很短的时间就又各走各的路了 因为那时候可能所有的经济公司 两边的经济公司都要他们排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所以就没有办法延续的这样走下去 当时18岁的他才刚出道不久 全新拼事业 没有心思谈感情 不过后来历经四大天王 罗密欧两个阶段 在演艺圈成长不少 对于爱情也有了渴望 蜡烛排满了整个楼梯 没有那么激动啊 没有那么激动 想说好 他应该在看那个爱心呢 他没动作了 我就慢慢走上去 他已经在飙泪 谈感情就像在演偶像剧 把住家变成了浪漫满屋 因为情感丰富的罗志祥 非常会制造浪漫 为了红女生开心 还动用了罗妈妈 当他们一开的时候 我妈妈灯就会 然后就一个足弓晚上在那边 他假装得像饭店的那种 有没有 把牛排这样弄 等一下 他不是点牛排 他不是做牛排 费啦 牛排 桌上是什么你知道吗 然后 有一颗牛排 大神 这是谁能这么幸运 获得百分百疼爱 传出这个女主角 就是马基尔 对 我会说马基尔 他真的没问题 他说OK的耶 真的吗 马基尔很愿意在节目中聊你 真的吗 真的啊 我是怕说 以后他男朋友的家长 他以前跟小猪在一起过 对 没有 马基尔妈很喜欢你啊 真的吗 谢谢 小猪可以说是成功掳获母女的心 不过刚开始 马基尔其实是跟欧汉生在一起 外传是小猪横刀夺爱 也有人说是马基尔先 一亲别恋 我一直在第二顺位等着你 一直从昨天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永远 我相信是我从爱你 因为当时欧帝要去当兵 把马基尔交给小猪照顾 没想到照顾久了 两人也有了感情 马基尔 你都给你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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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由节目效果 留下真的难而累 因为这段三角关系 后来传出 让欧帝和小猪埋下心结 甚至让小猪跟马基尔 日后的感情生变 两人最终宣告结束 对此故事的主角都没有证实 但在节目上的回应却耐人寻味 我大哭那首Darling那首歌 Darling是我最爱的 对啊 那首歌 因为我那个时候 也是跟一个男生分手 然后我 不是 因为你干嘛 在姐妹面前就是好像不敢讲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谁 因为 只是爱的开始 多爱是甜蜜 爱的结束 爱多了便舒服 你怕舒服 我的爱没能把你驯服 你没有退路 那倒不如 算快结束 据说马基尔就是觉得 小猪太黏 很有压力才提分手 尽管这样小猪依旧 不改她浪漫本性 接下来追求的女孩 依旧享有她独特的主事浪漫 我都问她说 你快到家美了 她说快到 其实我已经在她家楼下 我已经穿了 那个圣诞老公公的衣服 一直要发那个面词 然后一直喊 Merry Christmas 你就在街头 假装是一个圣诞老公公 然后我看到一个女生下车了 然后看到她了 我就来了 我都跟她说 Merry Christmas 她没认出是你还没认出 因为这句英文念得还蛮标准 对 我有拿胡子遮住 所以我给她一个礼物送给她 我说 也逆了你 然后她就看了我的眼睛 因为有爱心的感觉 然后她就 她就叫我一下 她就吓到说 是你 对 于是我就牵了她的手 然后就走 走到华拉威秀 因为为什么呢 她曾经有说过 她希望有一天可以跟我手牵手 去逛街走 所以以为我做不到事情 但是妈妈告诉我 你要为她做一件事情 来 走 尽管在节目上小出否认 这女孩就是圈内人 但外界都在猜 很有可能就是甜美女孩 Serlina 我就是要你心情 Sasaki 我戀愛你可是大人的定期 只是儘管是戀愛達人 還是會遇到感情挫敗 傳出小豬跟Selina 穩定交往了兩年 卻因為之間有了第三人 感情很顯裂合 由於週刊斗大標題影射 Selina不但私下接收 佼佼百萬跑車 還開上街不走 週刊報導 當天晚上小豬跟坤達等有人 在看電影 完全不知道Selina 私下跟黃子嬌相約 還開車到嬌嬌住處 這似乎替兩人關係 埋下盜貨線 不過當事人都否認傳言 Selina 我叫她 不是 暫時 暫時就是好朋友的關係 表姐 我跟你講啊 嬌嬌人不錯 好帥喔 你超帥喔 你超帥喔 八十個女友的 你是喜歡她的吧 是一個很不錯的朋友啊 你說我 別想想 你的好朋友 只是不小心擁抱著 你都心得的 好朋友的關係 已經在小豬兒裡 恐怕虎之滋味 越傳出小兩口穩定交往 吃小豬的媽媽也挺喜歡Selina 但最終不過考驗而告吹 那我就很緊張 然後感覺細胞死好多 我現在好想不再大睡 不要緊張 妳們不是只是朋友而已嗎 是啊 Selina後來也有幸福歸宿 跟小豬成為永遠的朋友 而小豬呢 終究還是一個人 直到2010年 傳出又有甜美女孩 打動她的心 那個事情妳要解說嗎 就是大家一起 就是她人很好 在我生日的時候 請我吃甜點 蝴蝶姐姐跟小豬 一起主持節目 讓談論的緋聞男女主角 確實自己 這下還有點尷尬 因為2013年9月 蝴蝶姐姐30歲生日這一天 小豬跟蝴蝶被狗仔拍到 兩人在餐廳用餐 互動親密 現行似乎要修成正果 不過兩人都否認傳聞 捕捉到歷史性在一刻 沒有那麼誇張 大家都是好朋友是不是 其實一直 坊間在傳言 一直認為說 其實蝴蝶姐姐才是 她真的正牌的地下女友 這樣 因為她們在一起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而且她有很多的蛛絲馬跡 不管豬女郎是誰 小豬也只是個凡人 期待用情歌 唱自己的愛情故事 也等對的人 跟自己唱 佳哥 我會想你 跟你的幸福講 那 歡迎回到記錄台灣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帶您了解了 小豬羅志祥的天王之路 如何從台客變身為潮男 如何克服困境 在歷經起落之後的發光發熱 讓羅志祥 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她的故事也提醒我們 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面對困境 不要被打敗 就有機會邁向成功 好山好水好味道 歡迎您每周日晚間11點 鎖定52頻道中天新聞台 跟隨我們一起記錄台灣 我是周玉琴 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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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